大家好 很高興今天在這邊跟大家一起分享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題目是成熟之美 那這個成熟是怎麼出來的 你覺得你會成熟是怎麼出來的 從小到大你媽媽長大來 啊18歲了 女大18變 然後呢30而立 然後年紀月大就說啊你是個寶 那你覺得你是怎麼出來的 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從去上幼稚園的第一天就開始哭 啊我不要去 然後呢就忍住說我已經去了 然後呢上小學 這個教寫功課就開始忍忍忍忍忍 然後呢國中呢 考資料之後呢要止考了 然後呢大學 我要考大學的再能出去上班呢 被同事欺壓 再來呢 你會發現你的人生 就這樣一直忍耐一直忍耐 然後呢你會發現你結束了很美好的果子 今天在你的生命裡面 這個成熟之美是怎麼出來的 我覺得成熟之美是從忍耐裡面慢慢的成熟 你會展現出你美的一面 我們時常聽到一句話 叫做白忍成金 還有一句話大家都會說 忍一時風平陽靜 退一步海闊天空 忍一時風平陽靜 退一步海闊天空 但是忍耐真的簡單嗎 有時候真的會怎麼樣忍不住啊 有一對夫婦呢 她的太太呢 她的先生是基督徒 但是她的老婆不是 那結婚之後 她的太太就跟著她的先生 一起來教會 那來教會之後 他們就學習 要過著一個勤儉的生活 要過著一個樸實的生活 但是她的太太是非常奢華的 所以呢她太太很愛買衣服 但是當她嫁給她先生之後 她就決定說 我呢要開始改變我自己 有一天呢 去逛了百貨公司回來的時候呢 她先生回來 她太太就穿著這套衣服走出來 走出來 她先生就跟他說 哇 你怎麼不買了這一套 她太太就跟他說 這個是魔鬼叫我買的 然後呢 她先生就跟她太太說 可是呢 你怎麼沒有跟傻蛋說 推到我後面去 她太太就說 有啊 我有說叫她推到我後面去啊 可是這個傻蛋跟我說 太太 這些衣服呢 從後面看起來 你穿起來也很好看喔 所以呢 就買了 她忍不住 她就買了 親愛的弟兄姐妹 今天我們要做到忍耐 簡單嘛 有時候真的不簡單 但是我們要讓我們的家庭性 我們有時候真的必須要學習忍耐 我們要 成功 我們要讀一個好的學業 我們有時候真的需要忍耐 今天我們的經文裡面 它告訴我們的忍耐 就是接受患難與困苦 在這裡面去操練你自己 在這裡面去操練你自己 但是 有幾項事情一定會影響到我們忍耐 回到我們的生活層面上 我們會遇到的事情是什麼 第一個 就是 打擾 今天當你想要休息的時候 你的孩子來打擾你 你會有什麼感覺 你會覺得不要再吵了 今天當你覺得你要出門的時候 有一個超瓦斯表的 突然跟你說 啊今天要做瓦斯的力行性檢查 你會覺得 我就要出去了 我最近要出門了 你還來 今天被打擾的時候 你控制得住嗎 有一個老爺爺 他脾氣很不好 那他就決定他要改變他的脾氣 所以呢 他就在他們家設置了一個 看不到 叫做白冷堂 就是什麼事情都能等 每一樣事情他都期待他能夠忍下來 那有一個年輕人呢 從他們家走出去的時候 就看到他在工作 然後穿個帥帥的 等一下要去喝喜酒了 他就想說 嗯 那他現在應該很急 這個年輕人呢 就跑去問那個老爺爺說 老爺爺啊 你們家那上面三個字寫著什麼 老爺爺就跟他說寫白冷堂啊 那小孩子呢 那個年輕人就又出去了 過了一會兒馬上又回頭 啊對不起喔 你剛剛跟我說了什麼我忘記了 老爺爺第二次怎麼回答他 啊我就跟你說是白冷堂啊 第三次這個年輕人在出去的時候 過了一會兒又回來說 老爺爺啊我又忘記你剛剛跟我說 那三個字怎麼唸了 這是老爺爺怎麼回答他 啊我就跟你說是白冷堂 就是白冷堂啊 親愛的弟兄姐妹 當你被打擾的時候 你怎麼跟人家應對 你知道當我們回到聖經裡面 耶穌基督在傳福音的時候 有沒有被打擾 有 有小孩子跑來耶穌的面前 他的門徒跟他說 你為什麼要來打擾我們 但是耶穌怎麼告訴門徒 讓小孩子到我這裡來 而且耶穌為他們祝福 今天打擾你的人 你有沒有辦法成為他的助理 有可能你的孩子真的需要非常 你協助他一下 有可能來打擾你的人 真的非常需要你協助他一下 你可以成為他的助理 再來我們知道 會讓我們忍不住的還有第二件事情 就是誤會 今天當你被誤會的時候 你會怎麼覺得 啊我一定要趕快去澄清 你會覺得他怎麼樣 大膽你竟然敢誤會我 然後呢這個誤會如果 又對你橫身的時候 有時候 你會急於想要澄清 就傷害到別人 我們被誤會的時候 我們都會忍不住 但是在傳道書裡面教導我們 他說 事情的終局 強如事情的企同 存心忍耐的 勝過居心驕傲的 再來呢 保羅說 你不可為惡所勝 反而要以善勝惡 今天當你被誤會的時候 你有什麼感覺 你會不會覺得很痛苦 你會不會覺得 我怎麼被誤會了 但是呢 保羅告訴我們 深淵的在主 深淵的在主 再來會讓我們忍不住的狀況 是什麼呢 就是你很急的時候 別人就叫你一定要趕快提下來 中國呢 在他們的一個週刊上面呢 他說中國被票選為集資國 但是其實你看全世界 東京敢不敢 他們那個紅綠燈 一綠燈就馬上所有的人趕快過去 台北敢不敢 以前呢 我在讀神學院的時候 我有一個同學是台北人 那他每次都會說 你們台南人都好慢 他們都會覺得他們在台北走路是很寬的 做事是很寬的 但是呢 如果我們沒有在那個文化裡面 我們就會慢慢 我們在那個文化 在很急的文化裡面 我們就會開始 很緊張 你會覺得 我就是要趕快 親愛的弟兄姊妹 今天 你有沒有一直要這麼趕 你在停紅綠燈的時候 前面綠燈了 第一台車不走 你都怎麼樣 有人說 你都停紅綠燈不會停參波三秒 如果你在急的時候 你會先看一下 再來看到不走 你就 巴 你心情不好的時候 那個喇叭按越久 所以呢 當你在很急的時候 你會忍不住 但是聖經怎麼告訴我們 他說 腳步快的 難免犯罪 今天你會不會很急呢 急到有時候甚至 不小心傷害了別人 甚至不小心傷害了別人 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有時候我們也會很急 要神給我們應許 但是 耶穌基督 教給他的門徒 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聖靈降臨姐的時候 你知道他的門徒 什麼都不能做 他只能禱告跟等待 當耶穌 當耶穌要聖靈降臨姐之前 他的門徒只能做祷告跟等待 所以今天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我們知道 我們很急 可是 神都有他的時間表 因為 有一節經文我們都很熟 凡事都有定期 天下萬物都有定時 後面那一棟 我們大家應該都很熟 然而 神從始至終的作文 人不能 聖靈 今天你很急 神也知道你很急 神也知道你很急 但是 神有他的時間 在你的生命裡面 有時候我們真的會很急 其實我做事也很急 可是我現在開始學會 要慢下來要等待 要慢下來要等待 可能我們遇到的事情 對我們來說 真的很 我們很難承受 但是親愛的弟兄姊妹 我要告訴你的是 當你連死都不怕了 你相信有一個美好的地方在等你 你現在所承受的壓力 你為什麼要怕呢 你連死都不怕了 你為什麼要怕你現在承受的壓力 你知道神必為你預備一個最好的 那在你遇到的這件事情上 神岂不是也為你預備一個最好的 當你生命要結束的時候 神都會為你預備最好的 當你還活著的時候 神不會為你預備一個最好的 所以 學習等待是一個不簡單的事情 但是 我們要學習操練 再來 有一件事情也會讓我們忍不住 就是 事與願違 跟你的權利受損的時候 我們就會去 抗議 當這件事情 不合乎你的期待的時候 以色列人被帶到曠野的時候 他們覺得 我沒有東西吃 我獲得不快樂 他們就去找摩西抗議 在順境的時候讚美很簡單 在逆境的時候讚美不簡單 再來 我們不會去主動侵犯別人的權益 但是當你權利受損的時候 你會去跟別人抗議 你會去說你為什麼要這樣 在一個高速公路的休息站 美國高速公路的休息站是很自由的 那 有一個卡車司機呢 他就開車去休息站要休息 那他就去點餐 隨後呢 就有三個騎著哈雷機車的混混 跟著後面過來 那這個司機呢 就點了一個套餐 到他的位置做好 這三個混混一進來的時候呢 第一個 拿了他的漢堡 就吃了 第二個 拿了他的薯條 就吃了 第三個呢 把他想喝的咖啡也喝了 這時候這個司機呢 就從座位上站起來 然後拿著他的帳單 就去付錢 就出去了 你猜這三個混混怎麼覺得 哈哈 他真的是很沒走 然後呢就一直笑他 邊走邊走 要去櫃台間 要去點他們的餐的時候 那一個店員就跟他們說 欸 我不知道呢 他是不是很沒走 可是呢 我覺得呢 他看起來呢 不像一個卡車司機 因為呢 他剛剛出去的時候呢 把三台摩托車 全部都賺爛了 我猜 這三個部分大家為什麼覺得 可惡他竟然報復我們 今天 在你的生命 當你的權益受損的時候 你要做什麼選擇 你要做什麼選擇 我們會怎麼選擇 平常人 當然是趕快 報復他 但是神要我們做什麼選擇 特別在這個環境裡面 教導我們的就是 趕快報復他 神要我們做的不是 神要我們做的是 不要跟這個世界同流合物 他要我們選擇的是 忍耐 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我們一定會遇到 我們覺得痛苦 我們覺得辛苦的事情 但是 有一句話我覺得他講得很好 他說 他說 當太陽 當你前進的時候 太陽在你的面前 影子就在 你的後面 今天當主走在你的面前的時候 你的後面不用看 因為你知道有東西 你知道有東西 神到底要我們透過忍耐 來學習什麼 聖經裡面講了好多忍耐 如果你從旧約開始 你會發現 他講了好多忍耐 到底從忍耐裡面 你要學到什麼 你會更新你的想法 你會更新你的想法 有兩個武士 一個從東邊來 他看到的是 銀色的盾牌 一個從西邊來 他看到的是 金色的盾牌 兩個武士個性都很強烈啊 就跟有時候夫妻要吵架一樣 我就是這樣是對的 但是 當他們打完架的時候 安靜下來 坐在盾牌旁邊的時候 才發現 這個盾牌 是兩面的 裡面是金色的 裡面是銀色的 在我們很多事情裡面 當我們只有看到我們自己的時候 你一定常常能不住的 真的 為什麼受苦的是我 為什麼老闆多成一碗 一個肉給他 今天在我們的角度裡面 如果我們看到的都是我們自己 你會常常受苦的 所以神要教我們 要看哪裡 在哥羅西書呢 他說你們要思念上面的事 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今天你的角度如何 如何 你做出來的反應如何 你做出來的反應如何 再來有一節經文 他說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 叫你們查驗 而為神善良存全可喜悅的職業 神要我們看他 而不是看人 今天在你忍耐的時候 你會看神 而不是看人 林書豪最近又回來台灣 那 然後呢 他回來台灣的時候 他有接受專訪 那他在接受專訪的時候 他提到一件事情 有小朋友問他說 其實當你要你被交易的時候 你會覺得怎麼樣 林書豪說 他會擔心 可是他每天晚上都睡得很平安 因為他知道神是什麼樣的神 再來 他說 當你球打不好的時候 別人都在旁邊哈哈大笑 你要怎麼辦 林書豪回答一句話 很感動我 他說 不管別人怎麼看他 他都知道 在神的眼中 他絕對 不會改變 不管別人怎麼看他 在神的眼中看他 都是何等的寶貴 跟何等的 美善 今天在你的生命裡面 也是這樣 神怎麼看你 是一個最棒的 最好的 他最驕傲的 今天你一定要記得 更新你的想法 而不要定睛在忍的生命 忍的生 看法上面 再來 忍耐呢 要培養你的幽默感 忍耐要培養你的幽默感 你有幽默感嗎 在你忍耐的時候 你還能喝喝大笑 哈哈 苦笑 你要在忍耐裡面 培養你的幽默感 美國的總統呢 那個雷根 有一次他去參加音樂會 那在這個音樂會裡面呢 通常總統都會致辭 那他的夫人一定要坐在旁邊 但有一次呢 他在致辭的時候 他的夫人要上台 要下台的時候 剛好不小心跌倒了 跌倒了所有的觀眾眼睛會看哪裡 看他的夫人 所有的目光都轉到他的夫人身上 後來他的夫人站起來沒事喔 就又走下去 大家就為那個夫人拍拍手 這時候呢 他那個雷根總統 看到他的太太做好的時候 就跟他的太太說 我不是有跟你說過嗎 當別人不支持我 不幫我拍手的時候 你才能做這種表演嗎 親愛的弟兄姊妹 在你的生命裡面 你有沒有幽默感 美國人是一個很幽默的民族 他們很在意他們自己幽默幽默 那我們的聖經裡面幽不幽默 幽默 如果你認真去看的時候 有時候真的會讓你 也會嘴角笑一下 在以利亞呢 他要跟巴黎的先知 他們要分辨哪一個是真神 哪一個是假神的時候 以利亞先叫他們去呼求他們的神 他們的人在那邊用刀刺身體 我覺得跟我們台灣的民俗很像 那個他們會用刀刺身體 然後會在旁邊跳舞 那之後他們的巴黎有沒有降火下來 沒有 那以利亞怎麼回答他 跟他說 欸你們的神可能是睡著了 你趕快去叫他起來 他說你們的神可能是睡著了 那這時候呢 他們真的把他叫得起來嗎 叫不起來 那以利亞就在旁邊呼求 亞伯拉罕 亞各的上帝啊 我們的神啊 求你降下一把炉 他就降下了一把炉 親愛的弟兄姐妹 我們的神是很幽默的神 盼望我們在我們覺得難過的時候 覺得你辛苦的時候 你還是能想一個辦法讓自己笑一下 你就有力氣再往前走 再來 喜樂的心乃是良藥 憂傷的臨時使骨枯乾淋 最後要我們培養什麼 要我們忍耐 忍耐 忍耐 愛是很久忍耐 今天 你有沒有愛 在你忍耐的時候 你可以發現你有更大的愛出來 在你忍耐的時候 你會發現 你可以陪那一個人做更多的事情 你知道我還沒生小孩之前 我跟我先生出去吃飯 看到小孩子 在旁邊 啊啊啊啊 我都會說一句話 那個小孩真的是吵死了 那現在呢 我的小孩子坐在那邊吃飯 一直敲一直敲 你就只能跟他說 拜託你不要敲了 你不會很凶的跟他說 今天當你有更多的愛的時候 你會發現 你做出來的東西不一樣 哥林多書他說 愛是恆久忍耐 這是第一句話 他的結束的時候 愛的真諦結束說 凡事忍耐 凡事要忍耐 愛是永不止息 今天的第一句話 告訴我們 愛是忍耐 最後一句話又提醒我們 凡事忍耐 讓愛永不止息 當你有愛的時候 當你忍耐的時候 你會發現 這一切都不一樣 這一切都不一樣 最後會讓我們 倚靠救主 倚靠救主 聖靈的果實提醒我們 要忍耐 基督徒真的非常辛苦 今天你如何判定 我要怎麼做 我告訴你們這麼多 回去你們就會想 我要忍耐 不管做什麼事情 我都要忍耐 有時候我們基督徒 真的很可憐 被迫一直要忍耐 就算我不想忍的 我還是要忍耐 我外表忍耐 看起來都不會生氣 可是我的內心已經怎麼樣 他怎麼這麼討厭啊 為什麼我要忍耐 有時候我們基督徒 會這樣 這樣會讓我們的 生理 會讓我們的心理 都得到一個很大的壓力 如何證明 你是不是真的忍耐 只有你跟主的關係 你才能真正知道 今天我們的忍耐 不是在家會好忍耐 或者是在家庭好忍耐 回去房間之後 大所有的東西都大摔 今天我們的忍耐是 當我們重生之後 你就會結出這樣的果子 親愛的弟兄姊妹 當你跟神的關係 很好的時候 不管做任何的事情 你都能得勝 甚至你能學習等待 亞伯拉罕在造方舟的時候 他等了一百二十年 所以呢 今天當你跟神的關係 很好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的生命不一樣 你也會發現 你有更強大的力量 在你的身上 因為我們每一個人 都能領受到這個能力 能夠結出這個果子 我們一起來禱告 主耶書 謝謝你讓我們在今天 我們一起在這邊 領受你的花 主我們知道 愛是很久忍耐 這是很簡單的一句話 但是在我們的家庭裡面 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 在我們的工作裡面 當我們遭遇苦難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會真的忍不住 因為我們的心在彈性 好像有一把刀插在我們的心 讓我們時常想到那一個痛 我們會問這個問題 到底還要多久 但是主我們知道 有時候那是因為我們的愛心 我們的耐心都不夠 我們會以逃避來當作忍耐 甚至我們會消極的接受 來當作忍耐 主我們知道 這不是你所要給我們的 而是你要我們回轉向你 你要賜給我們的力量 你要賜給我們愛心 特別在我們的生活裡面 遭遇到挫折跟打擊的時候 我們更需要這樣的愛 主我們要把我們每一次 所經歷的壓力 藉著禱告 化成我們的能力 在我們的裡面 就有你復活的大能 在我們的生命中發出來 主也說我們要求你成為我們的磐石 成為我們的力量 再一次也求你更新我們的生命 讓我們真的能把主 你所要給我們的樣式活出來 我們這樣禱告 都是奉耶穌基督聖名 Amen